编剧行业请您聊聊 目前在电影 包括国内电视剧市场的发展前景 这个编剧 稀缺啊 我觉得编剧 有一阵好莱坞的编剧 不罢工一次 我说中国编剧 一看好莱坞编剧 你们还罢工 你们都幸福死了 中国的编剧难干 尤其是没成万的 这个编剧 现在像北京电影学院 它的编剧那些毕业的学生 没等毕业 就被一些公司给弄下 你干嘛 我也不给你机会 你体验生活干嘛 你就给我做这个剧本的 等于三级四级的承包商 比方说一个大编剧 假如说我是个大编剧 很有话了 好 我就负责呢 出个提纲 这戏怎么怎么写 然后分段呢 我包给这些小编剧 你们来写 写完我给改 一凑我就拿上去 那大数钱肯定我挣了 你们呢 就挣了一个 就等于二道半的 很小的钱 这样时间长造成什么问题 虽然是形成了 集约化的这种规模化的操作 但这些小编剧 你总在一个套子里边去写 包括我让你写伦理剧 你给我负责写车祸 你负责写包儿奶 你负责写杨小三 时间长就被类型化了 另外之后 你也没多少时间去体验生活 你说年轻的编剧 怎么能成长起来 而且这好像对一些 年轻编剧很不公平 比方说你写了一个剧本了 你要想真正拍自己扬名 好给这家的 你没有任何证据证明 这东西是你 人拿下之后可能用了 用完了给你很少 说我们改编了 不是你的 有的时候署名数到后边 给你署名就算不错了 不错了 还有的我约你写个剧本怎么的 你写吧 先给你打10% 拿过去之后再怎么用 你等那90% 等都等不来 所以这个行业有时候特别牺牲 也缺乏对于知识产权的系统保护 所以为什么现在国产电视剧 你看那个编在湖边烂造 跟这个行的整体的规划性 是有直接关系的 而且这个行太诚实化 他从美国请了一位导师 或者拿了一本书 好莱坞的编剧 什么什么人物在第几节出现 俩人爱情剧到第七集接吻 什么第几集上床 最后怎么掰开 都非常细致的 根据人的这种起程转合来写 你这样写的话 还有意思了吗 都说书不够爱情凑 书不够神性凑 要进入格式化了 这行就快死了 但美国的这个编剧发展 据说也是工业流程化的 人家水准怎么这么高 但是他的流程化是从本容忍个性 我就告诉你个规律 就是说你这个戏写到这儿啊 比方说大家看着看着 大家情绪要有个爆发点 我就告诉你 这应该有个爆发点 你全程无尿点 但是你也必须有爆发点 就像我以前说 我说我看冯小刚的那个1942 为什么我说这个电影不够上乘一流 就是我看了那么多苦难的时候 心里基于一种情绪 我要爆发 可是从头到尾这个戏 没有给我爆发那点 我看完了出电影 因为心里很郁闷 好莱坞是高度商业化的 这个商业化就要求 你让观众产生情绪 你还要引导的释放出来 所以好莱坞他告诉你的结构是什么 倒是该释放了啊 但怎么释放 容忍编剧这种个性化 而且就好莱坞再成功 你记住他一年上千部的电影 烂片占大多数 他一样有无数烂片 你跟好莱坞学 意味着不光学好的烂片你也学起来 你像好莱坞有些很城市化的 比方说 假如说007 他就有城市化的东西 一出现 保准执行任务当中碰着个美女 这美女一定算计他 跟美女见了第一面 然后你晚上 你回到你住的地方 007一进房间 保准灯是黑的 一开灯之后 一个美女坐椅子上来 要把窗帘拉开 那美女甚至半裸体 站着看着 这全是好莱坞的城市化 你这都我们要跟着学 诗人牙会 它不就没意思了吗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